找我看這題喔 他說FS出於多少 H2於是為3 而且這兩相乘大A0 這兩相乘小A0 這兩相乘大A0 重點在這邊 還可以借1到4的時候 問你FS等於0在哪兩個連續整數 一定要有10根 一定喔就一定會有根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這裡怎麼辦 判斷10根這時候有什麼定理 堪根定理 好不好 那只要堪根定理 我只要把X帶下去產生一正一副的中間 至少一個10根嘛 可不可以 所以說你根據第一句話 FS被A-2除之於3 FS被他除於3 所以令他為0 AK是用幾代 2代 帶下去F2 與其3是出來了 所以說老師想請問一下 F2等於3可見F2是什麼數 正數 這樣請問行 可不可以 F2等於3可見F2是正數嗎 這兩個相乘小A0可見F4是負的 F4是負的 對不對 那這兩個相乘小A0可見是負負的正 F1是負的 對不對 這兩個相乘小A0可見是負負的正 所以F3也是負的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這時候我們就畫一個表格出來 這是 是AKS 這邊是FS 我今天重點是1到4的時候對不對 好1到4時有1 有2 有3 有4嘛 有看到 好用1代是什麼 負的 用3代是負的 用2代是正的 用4代是什麼 負的 所以說我可以知道把它帶下去之後 一陣一步中間至少一個死根 對吧 2到3之間是算算一陣一陣 中間至少一個死根 這兩個負的有沒有根 不一定 可能有也可能沒有 對吧 那題目叫必有死根 對吧 必有死根釋采 可能1到2之間 AK釋采1到2之間 或者AK到 2到3之間 好不好有這兩段落 看可不可以 把它看一下